《歐洲溫泉理疗史》 各位學員大家好 接下來的課程要為各位介紹歐洲溫泉理疗史 那在前一段的有關歷史的一些記錄裡面 我們以時間的序列來陳述 從歷史的觀點來討論了溫泉理疗的一些溫泉理疗內容 那我們也介紹了有關古希臘羅馬帝國的一些運作 那由羅馬帝國的衰敗而導致整個溫泉應用的沒落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進入到所謂的溫泉的復興運動 就是溫泉再一次回到大家的生活中心裡面 那溫泉復興這個活動呢 主要就是從捷克 它這邊有一個叫做卡羅維薇里這樣子的一個溫泉地區 那這個溫泉地區呢 他們主要是在國王查理四世呢 去打獵的時候發現了這個泉水 那發現了這個泉水之後呢 因為它有一些在醫療方面的療效 然後造成了四面八方許多人慕名而來 那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座 因為溫泉而發展起來的小鎮 那在1522年的時候呢 有一位佩爾醫生 這個醫生呢 他利用了這個溫泉的泉水呢 來救人 因此呢 形成了一個蜂巢 那他也寫成專書來流通 那在15世紀的時候 歐洲的溫泉的礦泉的療法呢 開始萌芽 那對於溫泉以及這些沐浴的利用 其實早先在溫泉的利用上 主要都是以洗浴 就是讓身體來浸泡為主 但是後來逐漸就擴展到 引用溫泉或是礦泉 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那歐洲各地的醫生 因為使用了這樣子的一個資源之後 導致了很多疾病 因而得到了調整或是治癒 因而他們認為溫泉的使用 確實有它神奇的療效 那在傳統上呢 溫泉有治療皮膚相關疾病的效果 那其中呢 有一項就是有關性病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呢 一直讓人家羞於其詞的討論 那最主要的時間點 大概是在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 然後回到了他們西班牙之後 那有很多人 因為某些原因 他們罹患了這些 梅毒性病等等 那由於當時這些人呢 仍然會進出公共的浴場 那來沐浴 因此呢 他們可能因為不節的這些水 就是洗澡水 而接觸而傳染到其他人 那也因為這樣子 雖然在溫泉的浴場裡面 可能因為洗澡水的不節 而互相傳染 但是其實也有相關的 某些溫泉 它確實能夠有治療 這些性病的效益 雖然大家不願意去宣揚 但是呢 使用上反而大家心照不宣 因此呢 有關於溫泉治療皮膚相關疾病 這樣子的概念 逐漸逐漸就形成了 那有關於溫泉的泉水 進行水療 然後達到養生以及休閒的概念呢 逐漸的在17到19世紀 這一段時間呢 完整的架構起來 那這段時間也可以說是西方世界 他們對於有關礦泉溫泉這個產業 的一個極盛的時期 那這時候呢 歐洲各個溫泉地區 他們因為有這個療效的關係 所以經常會聚集人口 那灌溉雲集生物歌平 成為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交重鎮 而三百年來這段時間裡面 歷史上的名門貴族 他們都是進進出出這些溫泉地區 這時候名人呢 貴族們他們不僅僅只是泡湯 他們把泡湯的這個溫泉的泉水 更視為珍貴的藥品來飲用 因此在歷史上留下了很多相關醫療的文獻 而引用溫泉治病這樣子的一個傳統 從當時建構發展成系統之後 時至今日 歐洲、日本 他們仍然有很多這樣子的療養 調養的行為 那歐洲的溫泉療法呢 發展的最完善的是德國的克奈普 他發展出來的克奈普療法 那克奈普呢 他本身是德國巴伐利亞的神職人員 那克奈普療法的主要的內容 包含了水療、藥草、運動、營養以及心靈 那這些元素建構成克奈普療法 那也發展成一個非常非常有系統的自然療法架構 那克奈普呢 儘然成為了自然療法的一代宗師 那有關克奈普療法的部分 我們會在進階的溫泉課程裡面 再跟大家做介紹 那早在17世紀 義大利的醫生就把溫泉的飲用 把它納入到醫療的藥用處方裡面 那同時期也就是在17世紀的法國 很多醫生呢 把溫泉的治療拿來做各種皮膚病的治療 那由於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因此呢 重新開啟了人們對於溫泉理療的熱愛 那也在同樣這個時期 溫泉跟醫療的相互緊密的結合 而形成了以醫療為主 以溫泉為治療主軸的醫療形態 那這一個醫療形態 雖然在17世紀呢 雖然在17世紀呢 逐漸建構起來 那其實這個也就是溫泉最原始 但也是最多元的應用型態 那附帶一提的前面所提的都是屬於歐洲區塊的這些資訊 那附帶一提的就是在美國 其實也有很多溫泉被發現 也是基於去觀察到了動物聚集在湧泉的地方去使用這些溫泉 那西方人呢進入到美洲之後 最早的溫泉發現的紀錄是在美國的阿肯舍州 那阿肯舍州呢 有這個探險家 Desoto 他在1541年在阿肯舍州發現了蒸汽谷 然後這個蒸汽谷呢 其實也是當地的原住民 他們去祭拜醫療以及商業交易行為的一個場所 那他也形成了今日的溫泉國家公園 Hot Springs National Park 那美加地區在18、19世紀的時候 他們非常積極的來複製歐洲原來母國的一些相關文化 因此有關溫泉的使用、溫泉的療法 相對而言也是非常非常的興盛 在1792年那個時代 在海地跟這個西印度群島呢 法國他們的這個殖民地發生了黃熱病 那發生了黃熱病之後呢 造成這個大家殖民者的恐慌 他們就往北、往美國逃走 逃去那邊 那逃到那邊呢 結果呢 造成了紐約、廢城這些地方 也發生了相關的疾病 那因為法國人大量離開了這個法蜀的殖民地 反而讓當地原來居住的居民 他們趁機起義 然後法軍又從本國運送大量的這個軍隊過來支援鎮壓 那等到法軍登陸之後呢 又因為水土不服感染上黃熱病 在短期間內折損了兩、三萬人 這個是非常非常慘痛的一個 軍事殖民鎮壓的一個紀錄 然而就是因為在熱帶地區 這些疾病的病因沒有辦法確認 那歐洲的這些醫界呢 他們就形成了一個共識 什麼樣的共識呢 他們就是以當時在歐洲發展起來的 這些有關溫泉治療、溫泉浸泡、溫泉飲用 這些方式 他們建議政府應該要建立適當的溫泉地區 然後來建立療養站 來提供給殖民地方的這些官員跟軍人 他們進行輪修治療時候來使用 來保全殖民統治的力量 那由於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後來呢就發展出溫泉休閒 溫泉養生的溫泉療養地 這樣子的一個保健型態概念 在歐洲發展出溫泉的溫泉 在歐洲發展出溫泉的溫泉 在歐洲發展出溫泉的溫泉